年年岁岁话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岁岁年年人扯淡 说错了 前几天又没有什么热点 加上我这个现在老子也坏掉了 失去了造谣传谣的小机灵 造谣传谣这个是你要有点智商的 有一句说一句 智商不够的人 你不能造谣传谣的 智商不够的人 你也不能够什么 理解和支持造谣传谣伟大事业 真的 这个需要智商 你看共产党就很聪明 所以共产党 这个每一句话都是谣言 每一句话都是谎言 所以你跟共产党玩 你不要装 这装你就输了 所以前几天讲了一些严肃的话题 有人就说了 宋老师就完蛋了 完蛋了 我说怎么了 你开始装了 开始装老师了 开始装教授了 开始装这个什么 大失了 那就是一片子了 还有人说 难道你不是个片子吗 是好吧 片子 苏片子 这期我们重返我们的造谣传谣的事业 跟大家讲演员 也是趁人家的热点 有一句说一句 一定要开明综艺 一定要承认这个事实 人家红 我才说他 一红大家都知道他 我一说他 就有人过来看 一看我就有钱 钱不多 但是也是钱 跟人家没法比 说谁呢 说黄渤 我一直觉得这个黄渤这个人呢 又丑又怪 是不是 眼睛难得不行 但是红翻天呢 我对这个人完全不了解 突然有一天 我关注到这个人的名字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是什么时候呢 是这个中国好声音 说要搞一个嘉宾秀 有一个牛逼哄哄的一个人 过来唱歌 是吧 挺有意思的 我心想是个什么大男呢 我还在听 因为我爱唱歌嘛 完了我就看 结果那个一出来 是一个叫做黄渤的人 因为我那歌唱的跟啥似的 是不是 气息不 然后呢 故作抒情 不过相比他唱歌呢 后来我了解到 他唱歌的水平还可以 他的演技实在是太难了 搞不清楚这个人 又怎么就那么火呢 是不是 真的 然后我就开始了解 黄渤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我此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有一次我在网上 没事扯纤片 扯带 完了以后 看了一个小视频 说这个黄渤忙得不行 各种大片都要他出场 然后呢 冯小刚 冯大师拍一个电影 必须要黄渤来出场 然后黄渤一来 冯小刚说 我自好 大师来了 大师 巨星来了 我当时想 冯小刚也是见过市面的人 冯小刚的这个电影的水平 有一句说一句 冯小刚对电影的理解 无论是他的表演 还是他的那个什么 还是他的导演 那绝对在中国是一流的 绝对一流的 虽然比不上这个张一毛和陈凯歌 但是绝对是一流之夜 拍第三是没问题的 比那个什么 比那个姜文强 我心想 他买来的 这个冯小刚都夸这个黄渤 是大师 是巨星 这是什么背景呢 然后我就捏着鼻子 就看了他一部电影 我去实在没法看 太难了 是不是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 是这种 这个态度 然后我就想 是不是我不懂电影 我一般我都这么想问题的 如果人人都夸他 我就会想 是不是我不懂电影 结果有人 看到了也跟我一样的想法 你比如说这个哥们就说 一大早的 媳妇就从厨房冲进我的闺房 老婆啊 彻底怒了 还让不让人好好过日子 还让不让人做饭了 黄渤这种既没有演技 也没有长相的 就凭着丑 也能这么大牌吗 是不是 还说这个黄渤啊 在电影里面多词语 这些个超级美的 比如我们彬彬老师 是吧 美呀 美人机的演员 大戏 还跟他们有吻戏 卧槽 只该堵 多恐怖的一件事 跟他们一张 一张一张 糊嘴在那里吻 比方小刚的牙齿还难看 那哥们 我真是搞不清楚 然后还有个哥们说 这个黄渤让人看着恶心 那是表演夸张 做做 你看我就这么想的 既傻又丑 这个中国人 把他推得跟隐神一样 是不是 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 什么背景呢 那搞不好 可能是那个老革命家的私生子 是不是 一词一不小心射出来 射成这么一个著名演员 哎呦 说这个什么 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我一听有道理 然后我就问了北京的这个圈里面的几个朋友 他们对这个事平时有比熟悉的 他说这种事情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 黄渤百分之百是哪个老革命家的后代 不是老革命家的后代 他也是叫做无产阶级什么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后代 你这个话有典故的啊 什么叫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呢 就是中国有一些个抽不了脸的演员嘛 还有一些个抽不了脸的这个文艺学家 是吧 就这几个破人 诗人 那就一个一个的碾皮 他慢的比长城还厚 他们死了以后呢 因为追随共产党一辈子嘛 然后就给他弄了一个这个追导词 里面就有一个词叫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中国投资特别设的社会主义的文艺战士 这么一种说法 以前像我们写诗个圈里面 有一诗人叫张科嘉 写过一首特别难的诗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就是写了我训的 那那跟狗一跑狗屎了 是吧 他死了以后就是这样子的 叫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 还以前被毛泽东整死的一个诗人 也是一诗人 诗人怎么这么多难忍呢 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诗人 虽然我的诗学都真的好 对诗歌有兴趣的买我的诗看呗 三本诗集 加上我以前的小艾雅哥四本 小艾雅哥 天安门哀歌 必须赞美和长诗集 四本诗集 阴的是贼漂亮 买一本看看呗 那时候有个事情叫胡锋 被毛泽东关了一辈子 后来毛泽东死了 邓小平上来要开放了 然后再把他放出来 放出来没两年 他一疯了 然后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 家里人呢 就为这个共产党给他的导词啊 就炒翻天啊 就一定要加上一个词 叫 无产阶级绩级终臣而伟大的文艺战士 人家中宣部的人 人家中办的人 尤其是中宣部的人 他不高兴 就跟你不就是写诗子一破 破我人 你凭什么说你是文艺战士 不让他搞 还有说文艺思想家 理人家革命家 我去你妈 不让他搞 就这么一个人 他说这黄渤这个人 要么就是某个私生子的后代 要么就是某一个 要么就是某一个 老国革命家的 晚年呢 通过人工受精搞出来的 要么呢 就是无产阶级维一战士的某个后代 你比如说 以前有说相声的 叫侯什么来着 侯宝林还是侯什么 侯宝林 侯宝林有一个私生子 侯宝林有几个孩子 你是知道的 一个叫侯耀文 一个叫侯耀华 这都是文艺圈里的 侯宝林就是一个 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 挺有名的 有一年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知道的 突然出现一个歌手 叫谢东 是吧 长长的香 现在的你 你记得吧 书上路 什么什么 就这个歌 歌唱的不错啊 是不是 他有一种这个 口语的方式 说话的方式 唱得挺清晰的 那时候一夜之间 春节点晚会哦 就春晚上面上电视 然后从来没有 听说过这人的名字 跟我们黄渤有点像啊 然后一夜之间就 红遍大江南北 然后就怎么看着 就怎么下一人 后来过了一些个年 终于就出来的 这人是侯宝林的私生子 侯宝林 那是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那在整个天津 北京文艺圈 她的私生子一开始不愿意失众 后来长大了 再让她搞点事干的 歌唱的不错 是不是 第一次上唱歌 我特别清楚 上上上这个春晚 特别紧张 第一第一句就跑掉 真的 第一句就跑掉 哎呀我也挺有意思的啊 第一句就是 而且声音颤抖 气息不稳 为什么呀 因为他慌 后来唱着唱着 越唱越好 哎 这哥们唱歌唱的不错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说黄渤啊 黄渤是1974年的人 黄渤你看他长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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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巴拉筋的牙齿 特别像毛泽东啊 是毛泽东的私生子啊 还有人说他是习仲勋的私生子 你就不知道了 反正有可能 他是74年的嘛 74年 毛泽东还没死嘛 那习仲勋还年轻的很嘛 有可能的啊 否则的话 你没法解释这黄渤怎么就这么的火呢 火的跟不得脸 火的不像话 是不是 像我们这些个帅呆了 哭闭了的人也没这迷信 黄渤长得二眼 关键他演戏 他长得丑 没事 有些男人丑挺好看的啊 你比如说以前香港的哥们叫林峰 啊 但人家是文艺圈里的 很丑 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是吧 那个水 水平才华在哪呢 挺好看的啊 你想想这个黄渤 那个演技恶心啊 有可能的啊 有可能是毛泽东的私生子 而且很有可能还是习仲勋的私生子 为什么 因为黄渤他是陕西那边出来的 哎呀 这其实是一种造谣传谣了 典型的造谣传谣了 但是这个事本身是值得说到说到的啊 就是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说你努力啊 你奋斗啊 你草根的你屌丝啊 完了以后你叶成敏了 哪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是个女的 你长得漂亮 两个腿一张 让很多个人呢 给你一个床单 然后呢 你如果脑瓜子好使的话 会控制男人的话 你有可能出来 你如果脑瓜子凶大无老 脑瓜子笨 睡了也白睡 你也出不来 至于男人的话 你没有背景 根本就不可能 我告诉你啊 不可能 我说句实话 我没有任何背景的人 你能混到我这个样子 真的就不错了 就不错了 你就自己靠自己 坑制坑制坑制 读书 勤奋 写作 然后混成我 这个混成一个中产阶级 日子过得还不错 就真的就可以了 你想混演一圈 门都没有 除非你 算了 不说这些恶心的话 就是什么呢 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人呢 一旦你有了权 真是 他的权力 不受任何的职业 职业 没有任何人可以管他 你想想 假设你是毛泽东 假设你是习仲勋 假设你是习近平 假设你是王胡宁 你会不会让自己的那个液体 流到很多很多个女孩子的身体里面 然后给你生很多个孩子 你肯定愿意啊 我肯定愿意 我就敢诚实的 承认这一点 因为我又不用负什么责任 是不是 我打发打完了以后 他生的孩子 让别人去养 给他点钱花花 我反正钱花多的事 我权力大大粉 为什么不可以呢 传宗接代嘛 是不是 这是人的本能嘛 毫无疑问的 这有屌丝才躺平 不结婚 不孙子 不买房 人家有钱人可不像你这么想的 真的权力啊 会让你 占有一切想占有的东西 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传宗接代 这是中国的哲学 你知道吗 冯云南老师在中国哲学史里面 最后一段话就这么写的 啊 我姥姥 在我的这个四合院里面 我看着我的儿孙满堂 孩子们在穿梭 在游戏 在玩耍 我心里觉得很满足 我的人生很有意义 我不需要思考死亡的问题 看着孩子们一天天的快乐的生活 我觉得我的生命值了 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意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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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